DX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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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日產的包含它的姐妹品牌 包含納字節包含MGPC 他們的車體剛性都不會太差 對 1000多好像是冷氣的費用 那檢查完隔天我冷氣就壞了 殘忍軸這種東西 不要說12000 12萬我都沒辦法接受 因為正常的車 跑十幾萬公里 會壞沒錯 但是要看真的像陳先生講 要看每個人的開車習性 好 殘忍追蹤單元 今天本來應該是在林口體育大學的 那個清車場但是因為颱風 所以我們改到巴德立體 清車場對不對 在這邊起碼有一個遮雨的地方 結果好像沒什麼風雨 好 我們接到第一台車Nissan的Kids 這好像是第一次齁 我們接到車主機來 你好 你貴姓嗎 我姓林 你這台幾年的 我這台是去年買的 去年買 全新的 全新的 你去買的時候 業代我們跟妳講說有辛苦之後可以買 那時候沒有 你知道這台改款了嗎 有 有聽說 那你去年買的 對 跑多少公里 現在跑12000 保養兩次 應該說三次 15000跟10000 都有換油 有 所以三次錢都一樣 其實差不多 多少錢 10000公里保養是花5000多 然後 他付的折迦券折下去剩2000 業代給你折迦券 對 就是買車的時候他就有付 給你多少張折迦券 不確定 只是現在應該也用完了 就是這幾次 對 所以5000多不便宜 以這個車來說 對啊 因為他煞車那些洗都要花錢 清潔 沒有換來電片 沒有沒有 好 油耗好不好 油耗還不錯 現在一公升多少 目前大概平均14、15 然後高速的時候有時候可以到20 高速公路可以到20 對 一個人 一個人 那這台車多少 這個頂級嗎 對 自行騎電款 當初售價多少 排價是79.9 然後含舊換新 然後業代再折一些 買下來是71萬 這是你第一台車嗎 對 第一台車 滿意嗎 還不錯 就是以這個價位 該有都有 好 那你講他優點有什麼來 一個個來 優點像是他車廠比較短 所以像巷子那些 轉彎那些比較方便 很棒 然後他的環境也不錯用 環境是標配 那個頂規的才有 頂規才有 好 然後再來 油耗還不錯 油耗還不錯 開起來動力呢 開起來還夠用 還夠用 對 他的底盤剛性很好 我覺得還不錯 對不對 你跟其他在台灣製造的同級車來說 我認為Kids的剛性 其實應該這樣講 整個日產的 包含他的姐妹品牌 包含納智傑 包含Mitsubishi 他們的車體剛性都不會太差 對 你當初買這個有去試別的車子嗎 只有是Nissan的Tida跟這一台 因為家裡以前舊車就是開Nissan 所以就沒有 之前是Centra 2004那時候的 所以你們對日產的品牌 這個品牌就是 覺得他還不錯 對 售後服務 保養什麼都不錯 對還不錯 所以還是顯得日產 所以你們有看其他品牌 沒有那時候就沒有 好那這台車有沒有缺點 有 來有 直接講有 來 像是有一次是 他這個日行燈有壞掉一次 就是他突然一邊不會亮 保固 對回廠他就直接幫我換掉 好 那還有一個是 他的後尾燈 他那個蓋板有 掉下來過 就一邊掉下來 就是那時候有異營 所以在查那邊 也是保固 對也是保固 不用錢 不用 還有嗎 車子本身的缺點有沒有 其實還可以 OK啦 所以基本上這台車你算是滿意的 因為這兩個東西其實都是 小零件故障 對啊沒錯 那你知道這台車改款 新車改款的資訊嗎 你知道嗎 只知道他後尾燈要改 然後其他項好像還好 好像沒怎麼改 哈哈 那沒有研究 那我們是不用試車啊 哈哈 OK好謝謝你接受訪問 謝謝 謝謝 好第二台大家熟悉的Model 3 我們介紹車主機 你好你貴姓 小哥好我是蔡先生 姓蔡 這個是哪一個版本 Stand Stand 續航力是多少 他那時候是409 但是我交車的時候是380 現在剩350 你時開350 差不多 但是你不能可能跑到350 就是如果順順開的話是可以啦 可以啊 可是350電池還剩多少 350就沒啦 跑光了 可是電池不能把它用光 我通常跑遠的時候 他會這樣用 大概剩10幾的時候去充這樣 20差不多去充 不能把它弄到0 不會不會 我沒有用完過 滿意嗎 整體來說是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像我那天交車 雨刷 只刷一遍 你交車多久了 我2019年12月交車的 現在好像沒有這種車牌 當然有剩啦 可是我去領他說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大家都領完了 可能外縣市吧 台北市說沒有了 這個是屏東牌 因為現在我想要領這個綠色的 邊框的他說沒有 他好像某一些縣市還會有你要去跳 我4月份的時候他說沒有了 就去找一個喜歡的號碼 就挑一個這樣 所以這是屏東牌 對屏東牌 沒差 反正你主要是要號碼 現在不會寫屏東 屏東現在不會寫了嘛 對不對 那你去航力對你來說夠嗎 因為我大部分在雙北 所以 然後老家在彰化 其實都夠用 那你家裡面或公司有充電樁嗎 台北家裡有裝充電樁 慢充的 慢充的 所以要是過夜的話 就充了 對不對 優點有什麼 優點我覺得更新這方面很好 就是功能就越來越多 零端更新這方面 然後 我覺得輔助駕駛真的是很棒的一個東西 他好像 前陣子剛更新那個全視覺 他現在跟車不會那麼猛了 他不會那麼猛的加速 就算是緩緩的上去了 OK 對 他自己會變換車道 我沒有買 我沒有買EAP 所以我沒有 可以事後買嗎 可以事後買 可是基本上 ACC這個基本都有 都有都有 盲點 盲點 有盲點鏡頭 前陣子更新給了 可以了本來不行 本來沒有盲點鏡頭 更新後就有了 對 然後車到居中 那個本來就有了 那個不用加價 那個都不用 那是屬於最基本的標配AP 所以是不用的 所以輔助駕駛你覺得是它的優點之一 對啊因為我當時放給它開 我覺得是 過程中都蠻安心的 那蔡先生我問你 到現在2022年 充電的方便度對你來說有沒有感覺 譬如說以前不用排隊 現在可能到處都客 因為我不會去超充 我都在家裡充 所以雙倍 你不去超充喔 我不去超充 雙倍我都在家裡 那你去中南部怎麼辦 中南部我去超充啊 我覺得它如果 可以自飛讓車主換 充電頭會比較好 因為第三方葉子 現在蓋了很多 CCS換CCS圖的 對 你不能用 你換個轉接頭就好了 超充沒辦法 對啊 就是會越來越少 它不能更換 應該也不行吧 因為這種電動東西 一直換很危險 對啊 對不對 它還有什麼優點 覺得它開車的順暢度是蠻有 然後駕駛也是蠻平穩的 蔡先生我問你 現在如果叫你換回油車 你要不要 我不會 我問10個11個都說不會 應該就沒辦法換回油車了 對不對 那有沒有缺點 缺點就是它 它維修代料真的太少了 你有換過什麼東西嗎 我換過很多東西 什麼 譬如來 去年我換過油門踏板的開關 就是我踩它的時候 會卡卡很大聲 然後 還是可以開 還是可以開 但是踩它就卡卡很大聲 第二個問題是那個 油門放掉不是會 零auto hold嗎 它會在一滑行一下 然後才零 然後才Auto hold 我回去換它的時候 換煞車總辦的零件 然後兩個 它給我隔兩個禮拜才讓我換 就換完油門踏板 但是兩個禮拜後再來 可是兩個是同時發生 同時發生 但是你不能同時換 不能 然後這次保養完 6月多保養的時候吧 保養完 我想說第一次去保養 4萬多去保養 買個保險 你交車到現在4萬多保養一次 不用錢嘛 要錢 4千多吧 那保養什麼要4千多 檢查輪圈有沒有鎖緊 扭力局有沒有對 然後檢查一下冷氣 所以4千多塊都是工資嘛 它沒有換零件 沒有換零件 那不便宜耶 工資好像就佔了2千多吧 1千多好像是冷氣的費用 那檢查完 隔天我冷氣就壞了 哪裡壞 它是說溫度感應器 所以我今天的暑假非常熱 戴了要多久 一個月 所以你那一個月沒有冷氣 它排我回廠要一個月 OK 還有嗎 然後左前三腳架剛換 開起來我急急 保固 保固 你所有的東西都保固 都保固 我覺得後期它東西如果做起來 應該是會好很多啦 不過車就這樣子啊 當今天它有很多滿滿的優點 就去掩蓋你說的這些小瑕疵 對 叫你再一次買 你還是買它啦 還是買啦 但是就是要我比較多的時間 跟你講每年夏天冷氣都換 你還是買啊 可能不太行 OK 那這個車 這種車有折扣嗎 沒有 一毛都沒有 一毛都沒有 就是那時候是155.9 可是現車 沒有 你等多久 我那時候排單 然後排了八九個月 八九個月 對 反正就很久 不過看得出來你對這台車很滿意 也恭喜你買到一台你喜歡的車子 對啊 好 謝謝你接受訪問 謝謝 第三個車主比較特別喔 還記得我們曾經報過V610傳動軸的這個異音的事情喔 然後經過原廠不斷的改善之後呢 這位車主又來到我們長魚追蹤的現場 來您好 陳先生嘛 是 你傳動軸換好了 換第四次了 上一次錄影的時候換三次左右都換 對 然後第四次換 這個換完多久了 五月到現在 開多少公里 大概一萬二左右 有沒有聲音 現在目前是沒有 滿意嗎 還在觀察中 還在觀察中 好 再讓你繼續觀察 對 那對原廠的這個這次的處理的方式 其實我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一月初的時候錄這個節目 然後大概一月中下旬的時候 原廠就有找我們要去談這件事情 對 那其實它的說法是說 就是所謂過保之後 還會依照個別車主的使用狀況 個別case by case 延長保固這樣子 對 不是統一 沒有沒有統一啊 那好那我陳先生我再問你 如果我在保固內 傳動軸有聲音 我換了 這個傳動軸有沒有再繼續保固 沒有講到 應該是說 如果你過了三點保固期之後 要不要收費 所以我覺得我剛才說 這還在觀察當中 可是傳動軸是消耗品你知道嗎 但是不會這麼快壞 我不是幫延長講話 當然當然 但是傳動軸它也是一個消耗品 其實行駛很久很久之後 還是有可能會有異音 但是你們這個 一萬公里就有異音 確實是有問題 大概一萬五 那你們那個社團 有多少人換跟你一樣的傳動軸 上百台應該有 上百台好 那是上百台換完 有沒有人說還是有異音的 還是有啊 比例很高嗎 應該要看它換的時間點 有一些人可以 沒有沒有它說去年9月以後 原廠跟你談的和跟我講的這個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對 那你們現在有沒有訴求 或是有沒有跟原廠提出再多的需求 其實當初跟總公司 所謂客服的窗口面談的時候 大家雙方彼此都是有錄音的 當然就提到說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過保之後 要不然一套八九萬塊 比較擔心的就是過保之後 你不是一萬五就要換一次嗎 那就很傷荷包了 可是起碼目前 我們講結果啦 目前也是沒有聲音的 目前是沒有 對不對 可是很難保證未來 會不會在兩萬兩萬五三萬的時候 會有聲音出來 因為其實傳動軸這種東西 不要說一萬二啦 十二萬我都沒辦法接受 因為正常的車 跑十幾萬公里 會壞沒錯 但是要看 真的像陳先生你講 要看每個人的開車習性 或習慣 好那陳先生我跟你解釋一下 原廠那邊我本來邀請 我本來企劃這一集的內容 本來是哪一個 壞掉的傳動軸 一個最新版改良版傳動軸 然後把襯套拔掉 看看有什麼差異 但原廠說不見 第二個 我本來是要求 原廠的公關 來現場 告訴我們 他怎麼去跟原廠去 溝通爭取的 因為他說有好幾批 一直不斷的改良改良 改良到2021年的9月之後 他們才final確定 這一批是沒有問題的 好 但是原廠的公關回覆我是說 因為有車主在 他不方便出面 所以沒有來 其實如果是 解決得了的問題 我想他們應該會是 趕出面來談這件事情 如果以上次的對談的話 我是覺得 時間很快 半個月之內 他就找我們了 他們也有誠意要處理這件事情 只是說當初訂的保固的條件 講得有點模糊 當初我們有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 是不是有可能vivoing 傳動走延長保固到5年 他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為什麼 因為台灣屬於亞洲的一部分 那可能佔中國市場 不到1%的市占率 那當然如果萬一 台灣提出這樣的延長保固 那中國的市場 是不是也會受到影響 中國的vios也有這個問題嗎 我目前是不知道 好像聽說是沒有 聽說是沒有 好像是台灣 我有聽到也是台灣 你知道我最近又接到一個 也是你們車主的 AC40 後電動尾門 這個也是有啊 也換過啊 就是開 它自己都掉下來 像那個斷頭台一樣 對 這個也換過 有換過啊 就是被敲到頭啊 好吧 那我們再長期間看看吧 你接下來如果真的出現聲音 或有意義的話 你再跟我們聯絡吧 好 謝謝 也只能這樣子啊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今天三台車齁 騎有第三台啊 是又召回一次 算我們召回啦 請他講一下他的心得 那一樣在我們螢幕下方 有我們的報名方式 歡迎大家永遠報名 也歡迎業待多多來報名 參加我們的活動 我們的活動是不收費的喔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